在Network Day 里面如果说我礼拜六礼拜天是休假日 是用标准的跟一般的一样 可是呢有一些人的工作就是 他不是礼拜六礼拜天 他是其他的 他休假日是排班的 有一个礼拜他可能排个几天这样 或者是可能他有 但是如果说你要太客制化 恐怕你还是要写VBA 那除了说Network Day 你可以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往下再找一下Network Day 他的下面 刚好又多一个 其实长得很像 但是又多一个点 INTL 其实这些 其实即便你没用过 不过我是建议 你慢慢了解所谓的函数 他的概念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给他他要的 他返还 就是他给你一个答案就对了 那至于中间 中间其实是 已经有写了一些程式 只是说这些程式 你看不到 但是你只要知道说 你给他对的东西 他会给你对的结果 那你可以了解 这里面的话 他这边 比较关键的应该是 底下有个说明 含什么呢 制定 周末参数 这个所谓周末参数 指的是休假日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不一定是礼拜六 礼拜天休假 那我要怎么制定 也许你刚开始不知道 没关系 我是建议你可以123 其实我们可能比较不能够理解 这个start day应该没问题 start day就跟刚刚一样 end day这个我想应该也没问题 holiday这个也没问题 有没有 那可能会有问题 应该是这个叫weekend 这个就是休假日 那这个休假日参数 如果你不会的话 也没关系 你可以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其实就点这边 他就给你讲答案了 那只是说你不要对那个函数说明 这个说明档抱太大的那个期待 因为他的说明非常的官方 那你要慢慢习惯 他有点像一个字典 字典的话 他就是反正就是给你 他你要的东西 但是他不会解说的非常人性化 就是怎么样 给你需要知道的东西 那我把它点选之后 你会发现 他会跳出一个 这个函数的说明 但是非常的官方 使用什么参数指定 不过你有时候看完之后 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你就看关键的地方就可以 关键的地方就是 语法 一二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中瓜胡 其实如果说这个参数 前后有中瓜胡 意思是说 这个参数你可以不给 也没关系 OK 特别重要 中瓜胡意思是说 这里 这个格子是给空下来的 就参数不给没关系 然后我们可能会比较不知道的 就是这个weekend 这个weekend 这个 这个是哪一天的话 特别重要 他这边有提到说 如果是一的话 或省略预设其实也是礼拜六 礼拜天 如果你给二的话 休假日变成礼拜天跟礼拜一 如果给三的话呢 就换这两天 诶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休假日是不同天的话 你可以给这样的方式 那如果只有一天的话 你就给一一 只有礼拜天休假 如果说 诶 有些公司哦 他礼拜一 诶 不是所有公司都周休二日 我看有些像那种 最近出很大的事情那个嘛 好像一个月好像才 月休四天而已 而且我问了蛮多 那个身边 只要是开车的 月休好像都大概四天 不是每个行业都那么幸福 可以休那么多天 所以如果你只有礼拜天放假的话 那就一一 一式类推 那另外呢 如果说 他另外还有一个另外一种的制定方式 七个四串 所谓的七个四串 如果呢 你的休假日是要制定 比如说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一三五 礼拜一三五 那这个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七个数字定义 一的话呢 表示非工作日 零的话呢 代表工作日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 假如说呢 一律都是上班日的话 那你就是全部都给他打成一 全部打一就是礼拜 礼拜天上班 礼拜一上班 都上班的话那都一 如果说你你如果打什么呢 零零零零一一的话 代表礼拜六礼拜天放假 所以一一的话呢 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休假日 非工作日就是休假日 OK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用这个函数来来 做的话 按确定 第一个start day 跟刚刚一样 end day 跟刚刚一样 holiday 跟刚刚是一样 这个范围 差别在这里 如果说我今天好了 假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放假日 刚好是礼拜 如果是礼拜 一跟礼拜三好了 像有些人是排班 他就休礼拜一 跟礼拜 三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 怎么去下这个参数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 我刚刚有讲过 就是你可以用自串的方法 如果上班日就是零 零 他是礼拜一 所以礼拜一放假 然后礼拜二 没有休假 礼拜三又休假 那后面的话 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好 特别注意哦 那特别注意 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定义 礼拜一跟礼拜三 假设啦 如果说那个人是 礼拜一跟礼拜三放 不过特别注意哦 他刚刚那个说明里面 有提到说 这里面的话 你必须给他一个自串 不能给数字哦 啊所谓的自串就是说呢 你前后要怎么样 前后要给双引号 因为如果你漏给这个双引号的话 你会发现哦 底下这个计算结果不会出来 好 然后把他delete掉 你会发现底下这个没有吗 加了自串之后呢 哎他就知道说哦 原来哦 哎你你这个设计师啊 他礼拜一跟礼拜三放假 哦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了 回来的总工作天数呢 哎就跟刚刚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然后因为你可能里面还要扣掉一些礼拜一跟礼拜三的天数 那同理了哦 work day 其实也可以啊 你在旁边你也写 插乱函数啊 在work day 这个底下也要点intl 有没有 那其实到底差不多了 start day就这一个 day时的话几天 休假日 哎 哎不 休假日就刚刚好 那hollad的一样 这个范围 那如果说呢 那个设计师他是休 比如说礼拜一三五好了 比如说休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的话 那你就是一休假 二上班 三在休假 四在上班 五在休假 然后呢 在六日就上班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哦 交款的那一个天 那一天的话呢 基本上哦 按确定了 应该会往后延才对 那我前面讲过了 日期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跟190年1月1号相差 所以你最后记得 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 你也不用紧张 只要把那个什么 原来通用格式改回日期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哦 这个交 这个原来的这个交款日期啊 延后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礼拜六礼拜天放假的 现在变成礼拜一 特别是哦 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五 那等于是一个礼拜多休一天嘛 所以 因为 休假日不一样 多一天的话 自然的话 回来的那一天呢 就延后了 所以刚好2015年的10月10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地方哦 就是多 补充一下 后面有个点 INTL的一个延伸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其实比较含用嘛 所以不过有时候其实刚好 因为常常有同学会问到 就有关那个 休假日部分呢 可能不是 跟一般 一般性的那个状况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INTL的一个函数 它可以让你去制定 那制定的方式 其实大概有些时候 即便我完全没有用过这个函数 不过呢 其实你可以借有一些 像那个参数的一些说明 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时候其实很快的 你也知道说 该怎么去定义这个函数啊 试试看